給我兩個選擇 我都是選擇貨車 如果你跟一些男性說 我媽是開16噸大開車 他們是嘩 她最主要是做她 喜歡做她的 如果你說給一些行業 她不會做的 她可能覺得很辛苦 亦都不自助 亦都不開心 我在考完A級後 其實我考了恆生銀行 我都告訴媽媽 我考了 媽媽說 你幫人也不幫我 然後我說 不是吧 怎樣一個女生可以做運輸 那你就過來幫我 你幫我就可以入行 就是這個原因 Therisa 接管了家族物流生意 但她不想只坐在辦公室 想去前線學更多東西 就是這樣就考取了貨車駕駛執照 雖然是女性 但接管家族生意後 要面對近乎全男班的員工 她認為這樣還有優勢 男性就算我搶來做完之後 她再說好啊 然後心想 不是吧 被女人做了 哈哈哈哈 但其實如果你這麼主動去做事 其實你是將整個環境推動出來 下次不能讓女人快樂 不過工作始終要體力勞動 擔擔台台工商難免 七樓八樓就本身已經有受傷過 最嚴重是整個腰椎 我蹲在地上後完全站不起來 我是站不到 我是爬進的士 但為何要做GoGoGoWang司機呢 全因為現在的物流業不好做 其實我最享受的是前期的 我前期的工作 我會親身去客戶 接著就會看她 跟她聊天 接著我會跟她做運輸 整件事的器材設計 接著畫圖 做出來 接著再做成設 埋位 其實整件事的成功感很大 反而現在要跟一些物流運輸 在這裏欠一個幾毫 其實那人是很沒興趣 已經是完全沒興趣 是沒有勾到要出來踢兩轉 職業女性要兼顧家庭是難事 身為兩女之母的Therisa 亦都心同感受 在家裡的時間少 可以長時間跟兩個女兒一起的時間 是在暑假 她怎樣照顧我們呢 就是帶著我們兩個 上一輛十五噸的大輛車 到處去提貨 接著去拿貨 跟她一天的體驗 當時就會覺得很好玩的 因為你會去機場 但又不是去機場 去機場的貨櫃 拿貨 然後看到那些貨櫃一塊一塊 好像LEGO 看著她怎樣拆貨 怎樣橫織車 查車 跟那些叔叔 那些呈生紋身的叔叔 怎樣交流 Therisa 說這樣做的原因 是希望告訴女兒 她跟丈夫不是在家 不是去玩 而是努力工作 丈夫李先生就認為 運輸業 沒有男女 哪個優勝之雪 最重要的是老婆做得開開心心 但大館三十年的Therisa 就坦然想退下來 不過女兒就說 我們叫她 叫她不要做了 但她又覺得 在家很悶 很無聊 一定要出街 即是她那天 可能沒有公開 她都是喜歡開車出街 要退下來 似乎不是那麼容易